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回向和不回向有什么差别 回向和不回向 差别很大呀 一个人能够回向 就是修一点很少的符 都会成为很多的符 这就类似于一滴水 它被投到大海当中了 它跟大海是一体了 它就拥有着大海所有的信息 能量 功德了 如果不回向 你就哪怕修了很多的符 都会转到很少的符 这就类似于你的水 装进了一个有漏洞的容器里面 它会漏掉 很快就漏掉 所以这个符德的大小 由心回转 能够回向 说明有智慧 这个心就能转符 甚至最高的符 就是把它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得一个巨大的符报 如果不把一切善德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就会自然地赶得人天福报 还在三界出不去 所以 这个回向是很重要的 大家看地藏菩萨本院经讲 修了一点不失的福德 如果不回向 能赶得三节做国王 如果经过一个回向 能做十节的大犯天王 所以在世间你修一个福 可以舍意得万报 但是做回向之后 舍意得无量报 因为你的心一放大 这个福报也就跟住放大 你的心是全法界的 这个福报也就是全法界的 你的心是狭烈的 这个福报也就狭烈的了 由心回转 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修行净土法门的人 只要做哪怕一点小善行 都必须回向西方 才是有智慧 否则一辈子修行 不回向西方 就会赶得下辈子的大富贵之报 那富贵之人 常常是迷惑颠倒得多 觉悟的人少 借着这个福报造业 第三是救下地狱 所以 祖师非常恳切地说 一个念佛人不回向往生净土 他跟一产提 造恶的众生下地狱 本质上没有两样 只不过是造恶的众生 当生下地狱 那个行善的人 是第三是下地狱 一步之差 是这样的一个严峻的结果 所以 必须要有回向 这个得失胜利的差异 非常巨大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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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